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卓多线程和异步人物系列视频 我是竹杨老师Blu 通过上一讲的学习 我们已经熟练掌握了我们的异步任务 而SignTask相关的知识点 从本节课开始 我们将会正式学习如何来设计一个属于自己的图片轮播器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思维导图 其实我们的图片轮播器的话 老师这里已经准备了一个应用 比如说打开一下我们的模拟器 我们随便点击一下网易新闻这样的一个APP 我们基于这样的一个APP来分析一下图片轮播器 它到底有什么知识点 我们既然要设计一个属于自己的图片轮播器 那么它到底设计了哪些知识点 这肯定是我们需要做一些相应的准备 打一场有准备的战斗 对吧 首先我们看一下在网易新闻这里一进来 一进来在它的上方这里就有一个图片的轮播器 图片轮播器它本身本质上肯定就是显示图片的 对吧 所以我们肯定要加载它的轮播的图片 再来轮播的图片 同时我们这样的一个图片轮播器显示出来以后 当我们手势移动到它上方往右滑动的时候 它是可以切换的 看见没有 它是可以滑动起来的 然后同时我们的右下角 这是它的表现形式有一个图片轮播器的一个指示器 然后平时的时候是灰色 这个稍微大一点和白色的点就是当前选中的第三项 一共有一二三四四项 我们切换选中第四项 就是我们手势在上面切换的时候 它是可以滑动起来的 同时我们要注意啊 当它滑动到最后一页 我们一共有四个 一二三四 当它滑动到最后一个的时候 我们如果继续再往右滑 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我们看一下 当我们继续往右滑 会发现它又回到了第一个 所以说我们本质上 现在我们的APP比较流行的图片轮播器 它都是一个无限循环的 当我们滑动到最右侧 当我们再继续滑的时候 会回到最左侧 当我们滑动到最左侧 再往右 再往左侧滑的时候 又会回到我们的最右侧 它本质上是一个无限循环的 然后最后我们这个图片轮播器 它本身啊 如果你的手势不介入 就是我们人为的操作不介入的话 它会每隔一个固定的时间 比如说是10秒 比如说是30秒 它也会自己的自动的一个切换 它会自动为我们的用户切换下一张图片 让你来看 所以说从我们这样的一个结合 实际的应用 我们的图片轮播器的话 我们分析的会发现 主要概括了我们三个相关的知识点 首先你得先加载我们的轮播图片 对吧 这是一个加轮轮播图片的过程 然后第二点我们轮播图片加载完成以后 你要让手势滑动起来 然后手势滑动起来 手势滑动起来以后 我们又会衍生出一个新的东西 就是光手势滑动还不够 它手势滑动到最右侧的时候 能够回到我们最左侧的第一项 同时我们的手势滑动最左侧的时候 又能够回到我们的最右侧 就是我一个无限循环的一个滑动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重要的知识点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自动轮播 如果我们人为不介入操作的话 我们的图片轮播器自己会播放 12341234这样一个无限循环的来播放 所以说我们这里就分析 总结出了我们图片轮播器 可能涉及到的知识点 那么我们本节课首先先来看一下 我们的加载轮播图片 加载轮播图片 然后加载轮播图片的话 我们又可以分为两步来走 这节课我们先学习第一步 我们先获取一个本地的图片 因为本质上大家看这个应用 它是从网上获取的 我们会从网络上获取一张图片 而我们这里暂时没有学习到 安卓网络相关的知识 我们先不去管它 我们先来获取一下一个本地的图片 好的那么我这里大家要知道 我本质上我要支持图片轮播 然后支持我们的手势滑动 我这里在选用空间的时候 我在选用空间的时候 我就会优先去选择 我们安卓现存的 可以支持我们手势滑动的 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是谁呢 也就是我们这里给大家补上 就是我们的viewpager 这里老师会优先选用这样的一个空间 来完成我们手势相关的 可以节约我们自己处理手势这一部分的代码 我们是基于viewpager来开发一个属于自己的图片轮播器 好的 那么既然是基于viewpager 那么我们肯定要结合我们的实际代码来看一下 今天这里的话 老师也给大家先准备了我们现在的一个工程 叫做hello image play图片跑起来 然后这个工程的话 现在代码非常简单 我们的布局内里面 其实现在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然后呢 因为我们要加载本地图片 所以老师这里的话 已经提前在网络上找好了五张图片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第一张 第二张 第三张 第四张 以及第五张 这里已经提前准备好了五张图片 然后新建的一个imagis 这个类装载了这五张图片 那么我们需要用到这五张图片的时候 直接调用这个imagis 这个类 点ImageError 就可以通过下标的形式 访问到对应图片资源的一个ID 这是一个int宿主 这就是我们的准备工作 这是我们准备工作 好 我们准备工作 我们现在把我们的工程跑起来 看一下现在的效果 我说过 我们这里的布局文件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既没有按钮 也没有文字 所以我们这里的界面跑起来的话 应该是一片空白 我们来看一下 把我们的项目跑起来 这里正在run 大家稍微等一下 好的 我们的项目工程已经跑起来了 这里是什么都没有的 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来使用 我们的viewpager 那么大家要知道 我们的viewpager这个空间 是我们来自于 安卓supportv4这个包 所以说我们要想引入它 这里就要引入我们的安卓 什么supportv4当中的一个viewpager supportv4 然后以及我们这里是view当中 有个叫做viewpager 好 我们这里的viewpager的话 我们的宽度 让它充斥整个负类 然后它的高度的话 我们随便取一个200dp 这是我们的 然后这里的话 前面少了一个我们的安卓的域名 这里要给它补上 我们安卓的这样一个东西少了 这样东西少了 然后这里的话 把最后的b括号给它补上 这就是然后再把这里 把它多余的去掉 这就是引用的 安卓supportv4 报当中viewpager 这样的一个类 然后我们的宽度是这样 高度是这样 然后我们相应的 要给它附上一个id 对吧 这个是肯定必不可少的 它就等于什么呢 我们加上一个id 就等于比如 就是我们的vp 这里是我们viewpager 我们viewpager准备好了以后 这是我们的布局文件 然后我们准备写我们的加码代码了 那么我们加码代码的话 这一块 首先肯定会先完成 我们空间的一个初始化 所以这里我们直接声明一个viewpager的 一个对象 叫做vp 然后的话 我们这个vp 直接等于我们的findviewbyid r.id.vp 同时一定要把它强转为对应的一个空间 好的 我们这个空间有了以后 同时大家都知道 我们学习viewpager的使用的时候 就会发现 我们的viewpager 它必须跟我们的适配器 和我们的数据源绑定起来 才能够渲染出来你想要的一个数据 所以我们现在欠缺的 我们需要一个什么呢 需要一个适配器 这里把注释写上适配器 那么适配器的话 我这里直接新建一个类 来处理我们这样的一个适配器 比如说新建一个class叫做viewpager 比如说叫做viewpageradapter adapter 好 viewpageradapter 我们的viewpager的适配器 要必须继承于谁呢 继承于我们的pageadapter 就是我们pageadapter 继承它以后需要重写一些方法 把对应的方法都补上 好的 这是最基本的 好 我们这里的话 我们的数据由外部传递给我们 同时我们的布局文件 也由我们动态生成 所以说我们有一些常见的变量需要声明 比如说最简单的 我可能会用到我们的context 我先准备一下context 好我可能会用到我们的动态驾载布局的一个小时代 layoutinfilter 我们的layoutinfilter先准备好 同时我可能会用到我从外围传递进来的数据园 这里的数据园的话 我们假设是从本地驾载图片 所以我们直接是取的是我们图片资源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int数组 那么我们的int数组的话 这里就是我们的int 比如说是叫做我们的名叫dataz 好的 这是我们现在暂时想到的一些变量 这些变量有了以后肯定要给它复制 在哪复制 在重写我们的viewpager adapt这个构造方法的时候 对它进行复制 那么这里的话 比如说我们传递进来的一个context上下文 再传递进来的一个我们的int的一个data dataz 好这里的话一定不要忘了什么呢 这是我们的this.context等于context this.datas等于datas 这是一个复制 复制好了以后 这里可以直接为我们的动态加载布局 layout in filter完成它的初始化 它就等于我们对应的layout from context 就通过我们的当前上下文 就可以得到一个用于动态加载的一个具体的对象 layout in filter 这就准备好了 好这里暂时的话重写了几个方法 这个方法叫做get count 其实这个get count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 它返回了当前我们的viewpager到底有多少页 到底有多少条数据 这里的话我直接返回当前的datas.length 当前我们这个数据 当前我们这个数据datas.length 传这样一个数据 这样一个长度 然后我们这里还有一个什么呢 这里重写了一个叫做 is view from object 这里的话我们直接最常见的写法是匹配一下我们的什么呢 匹配一下我们的view和我们的object是否相同 一般是这种写法 好到现在为止就这两个方法肯定是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的 我们还要再重写哪几个方法呢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的instance 我们的item instance 我们的item 这一个方法非常重要 因为这个方法主要就是用于我们把注写写上 这个方法就是用于渲染我们的viewpager每一页渲染每一 每一 每一页的数据 这个方法非常重要 我们是用于渲染的 那么除了这个方法的话 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可以先把它写上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destroy 我们的destroyitem 我们也把它重写一下 destroyitem的话 我们直接这里写上一个我们的content content remove我们的view remove我们对应的view 我们remove谁呢 remove这个object 然后把它强转为我们的view 这是一些常见的写法 就是我们在自己自定义一个viewpager的适配器的时候 有一些方法是需要重写的 这里单独 要给大家写出来 好的 这是三个比较简单的 我们都写好了 那么我们今天的主角是谁呢 当然是渲染我们每一页的数据 既然要渲染每一页的数据 我们是不是需要每一页数据的一个布局文件啊 关于这个布局文件的话 老师这里也提前给大家准备了 就是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叫做viewpager的item 这样的一个布局文件 因为我们这里当前的viewpager主要是用于显示图片 制作一个图片轮播器 所以说我们每一页的数据 我就只用了一个imageview 每一页都只用一个imageview 它是冲刺了它当前页的大小 它的一个显示的方式是fitxy 这就是我们准备好的每一页的一个布局文件 好的 既然准备好了 这个是不是我们可以开始写呢呀 那么我们肯定是动态的加载它 view 比如说view来一个layout 它等于我们刚才声明的layoutinfilter.inflate 点我们的layout点一个viewpager点item 然后后面这里传一个空动态把它加载出来 这里动态加载了我们的一个布局文件以后 我们要去获得这个布局文件里面的imageview 对吧 得到这个imageview 我们才能去设置它的图片 所以这里又有一个imageview 比如说我们的iv等于layout点findviewbyid r.id.itemiv 然后强转为我们的imageview 这样就具体的得到了我们每一页数据的里面的imageview 那么得到它以后我们是不是要设置它的一个显示的数据啊 我们这里写上一个注释 它就怎么想设置我们的设置显示的一个图片 那么我们这里设置显示图片 那么我们这里设置显示图片 那么我们这里设置显示图片我们最简单的写法 这是一个本地的一个图片支援 它是一个我们的int类型的一个资源 那么我们imageview有一个方法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iv.setImagResource 这个setImagResource接收的就是一个int类型的一个资源id 那么我们这里可以直接取得当前datas 我们数据取什么呢position 用这种方括号的形式取到它position这个位置上 请注意这个参数position这个位置上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对应的图片的资源 然后再把它设置到我们的图片里面 这里设置完成以后 我们还一定不要记不要忘了这个continental点一个addview 一定要把我们当前这一页的数据加载到整个我们的viewpager里面 然后最后的话这里return的话 一定要把我们这个layout又return出去 这就是我们整个我们的viewpager适配器是这样来写的呀 这里的话我还是把注释写上 添加添加添加到viewpager里面去添加到viewpager 然后这就是我们一个完整的自定义的一个viewpager pager适配器写好了 那么我们准备来使用它吧 那么我们使用它又如何来使用它 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这里肯定要声明一个它对应的一个对象 对吧 就是我们的viewpageradapter 比如就叫viewpageradapter 声明好了这个对象以后 我们如何来使用它呢 这就是我们的适配器的一个初始化 初始化 它就等于viewpager等于流一个viewpageradapter 这里我们的重载了它的构造方法 需要接收两个参数分别是context和我对应的数据源 这里它context我直接传this 我的数据源是谁呢 我们的image是点一个image array 这就是我之前准备好的这样的一个测试图片集 大家还记得吧 刚才给大家解释过我新建的一个lay 这里是用静态的形式暴露了这样的一个数组 里面放了这我们的四张图片 这四张图片的话 我们这里的话 我们先用四张图片来做一个测试就好了 四张图片 好有了这四张图片以后 我这里通过我们重载构造方法传餐的形式把它传递进去 这样就完成好了我们适配器的初始化 然后有了适配器有了空间 我们还要做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绑定适配器 适配器如何来绑定呢 直接是我们的viewPager.setAdapter 传递我们的viewPagerAdapter把它传递进去 就这样一步简单的就完成了我们适配器的绑定 那么现在把我们的代码跑起来 看一下能否实现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 其实我们本质上使用这个一个viewPager 来做这样一个东西 它就是分三步走 第一步完成这个空间的初始化 第二步完成这个适配器的初始化 第三步完成空间和适配器的一个绑定就好了 好的 我们的模拟器已经跑起来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已经出来了我们的效果 这是我们的第一张图片 我们往右我们的手势这样一滑 这是我们的第二张图片 我们再往右这是我们的第三张图片 我们再往右这是我们的第四张图片 我们再往右就没了 然后往回 往回翻 往回翻 好 比如说我们退出 我们把这些全部都退出 我们再重新进一下 我们试一个hello imagePlay 好 这就是我们加载本地 再来看一下第一张 第二张 第三张 第四张 然后返回去第三张 第二张 第一张 这样就通过一个简单的viewpager 它默认支持我们的手势滑动 完成了一个初步的 这只是一个初步的 用于加载显示本地图片的一个轮播器 当然它并不完善 我们在会 我们会在接下来的课程中逐步去完善它 而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就是实现到这一步为止了 希望大家在课后的时候一定要去练习这些代码 把它变成自己的 好的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节课再见